阿宏機車記主要是記錄阿宏騎車上的大小事 不管是出遊保養改裝都會有 會用類似流水帳的週記方式來呈現 如果想看的章節 可以利用影片下方的進度條 或是影片下方的簡介來挑選你想要看的章節 最重要的 先訂閱頻道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阿宏機車記 這週的阿宏自己DIY換了非洲雙的前輪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CT25加了第二桶油 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油耗 高雄大圓百的停車場能不能停進大型重機呢 我非洲雙的前輪已經差不多了 那這一次我會DIY換我自己非洲雙的前輪 那在換輪胎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魔號吧 如果從安全線上看其實輪胎是還有肉的 但是變形的非常嚴重 而且魔號非常不均勻 所以我還是先決定把它換下來 後輪的情況看起來還可以 所以我就只單換前輪囉 阿宏的輪胎使用的是 Banelli的Scopian Rally STR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蝎子胎 那我在里程數11000公里的時候換上去的 目前的里程數是16000 所以這前輪我大概只跑了5000公里左右 魔號算是有點差 但是加上還有部分越野胎的性能 還有符合非洲雙的外觀 抓地力也跟原廠胎差不多 甚至有比原廠胎更好的傾倒能力 所以我倒是覺得非常可以接受 這邊阿宏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前後輪有同一組輪胎的型號 請務必使用同一組型號的輪胎 前後輪的胎紋分別都會是有作用的 同型號的輪胎在設計上會有所匹配 為了達到更好的協調性 記得更換同一型號的前後輪 都把這麼重要的工作給我做走 好爽喔 講話好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就這樣 我只是要換輪胎而已 我沒有要幹嘛 空要分別 我知道放在裡面的是右邊 放在外面的是 那後面要拆胎的時候就給祭司接手了 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對拆胎機不夠熟練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因為我有做器蜜 我怕我在嚇人的時候不小心把器蜜給弄壞了 所以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囉 那裝回去的時候因為我GoPro發生了一點問題 所以完全沒有裝回去的畫面 反正我就是完成啦 而且經過我自己的測試也完全沒有問題 接下來就是我CTU的油耗 這算是我入手後的第一桶油 那油耗資訊我會秀在螢幕上 那其實這個油耗我覺得還行 畢竟是第一桶油嘛 那其實每次阿宏到各停車場或百貨公司停車 最害怕的就是使用前車牌辨識系統 那其實接近大圓百入口時 警衛就直接私以我下去 那其實出發前我有先稍微查過 大圓百的B3停車場是有重機停車位的 但是底下洞天有點差 所以我下去之後我就直接往B4騎了 所以我進來 shades 那邊也是一陣啊 但是我一直在三陣啊 我先說你這一陣裡面 那邊睡着我的空間 我一直在睡著 小聲ú叫你 那邊沒天 nella 那邊有 一路自己逻辑 有哪里 dari到一个滑坡 D 那我想說我就找一個最近的路口 所以就稍微繞了一下 再停起來囉 有啊啊 啊 啊 1 2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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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因為第二集的影片有重發 所以留言就被洗掉了 這一集就先沒有回覆囉 歡迎大家多多留言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 記得喜歡分享訂閱加鈴鐺 我是阿虹 我們下次見 掰掰